我们看到目前来说 全世界已经有162个国家地区 设立了541所的孔子学院 跟1170个孔子学堂 也就是说短短的几年里边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也好 孔子学堂也好 或者是孔子学院也好 都有一些不同的增幅在里边 不同的变化 就不断地有上升的趋势在里边 这是关于汉办的资料 好了 那么刚才整体来讲 我大概给大家有一个相关的感觉 就是说在不同的各地 这个汉语课程的发展里边 它的发展跟现状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这里就回到 我们香港教育大学的课程来说 我们学校这个MAT-CIL 就国际汉语教学的文学硕士课程 是在应该说是本地最早的一个硕士课程 是在2008年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 就已经有12阶了 那么而且我们这课程在2017年的时候 得到了IBO的认证 是亚洲的第二个获得IBO认证的一个学位课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MAT-CIL的课程 是得到了IB的认证的 那么谈到就业 就业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假如从内地来香港念书的学员 按照香港的法律就是说 你们在这边拿到学位之后 是可以留在香港工作的 就是透过这个YES的签证 那另外也有一些的同学 可能是透过在香港念书这个经验之后 可能会去海外选择工作 那么目前的情况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我们就业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他们一般毕业之后 有一些人留在香港工作 在香港国际学校也好 或者甚至是本地那些 我们说本地的那些资助的学校 或者津贴的学校 都有同学去工作 有一些是回国在不同的省市 在国际学校里边 或者是当地学校工作 当中也有一些 这个比例不是太多 但目前看来 最近这几年里边 就是变化比较大一点了 有一些同学去海外找工作 比如我们有些人在美国 在英国 在捷克 泰国 菲律宾等等工作 那么这个趋势呢 最近来讲呢 好像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多年轻人呢 开始呢 就是愿意呢 就是有一些经验 就离开家乡呢 出去外边去闯一闯 那么最近这些年里边 我们发现 特别是在泰国 就Bankow这个地方 最近这几年里边 我们去的同学比较多一些 就是在那边找工作 去教书这样的情况 那比如这里有个例子 就给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们一个毕业生 他当时在捷克那边去实习的 他毕业了之后呢 他现在是在菲律宾一所大学里边 担任这个博士课程的带队老师 就实际上是在那边工作 有机会呢 就在海外工作的 那么像这类的情况呢 就是在最近这些年里边 常常都出现 我们也很开心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 可以训练完了之后呢 有机会去在不同的地方去工作 这些年里的学生 那么就在想改休息 关系和赞吧 我们下来不可疑 会承�到这个阻碍 从来不可疑 il种际上的体制 登陷课程的带队而来不可疑